今天我會和大家看看ABRSM Grade II的Sylvis 是A1的Ecosis in G by Beethoven 我們先和大家聽一聽吧 首先在這首歌我們要注意的地方是它的拍子 考試要求是84,我們可以聽一下拍子 好,我可以開始看 第一小節有個Slur Slur完之後有一點點在上面 那個叫Staccato Staccato我們要彈成跳音 然後要跳音 在第二小節上面有個三角形 這個解作Staccatissimo 意思是要比Staccato更加跳 大家示範一下 在第一小節我們是分析了Piano 在第四小節是分析了Forte 除了可以做小聲和大聲 我們還可以想一下它的character 會不會有些改變呢 可能一開始是一個小朋友 然後Forte到後面是去了大人 現在示範一下吧 我們去到第九小節 我們轉了Pattern 左手是一個八度 小心八度要彈得準確一點 不要隻手軟按飛 這樣就不要了 我們嘗試保持同一個位置 減少彈錯音的機會 我可以和大家示範一下 在第九小節上面 第一個是Marcho Forte 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樣的 做一點點變化 第一個是Forte 第二個我們可以試做Piano 小聲 在這個後面 這個是轉了一種樂器 大家猜猜是什麼樂器 看看你們猜不猜中 大家看看像不像是一個吹的樂器 記得這首歌是要重複彈的 又回到頭 這個character 我會放一點的 likely 要將它彈得有彈性一點 開心一點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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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